我们来要描述一下,这个是加油杯,加满 这个需要加到这个位置,加满 然后呢,这个侧也是一样,也是需要加满 然后呢,这边的是进水口 另一侧的是出水口,底下的是固定的这个 固定底座 然后呢,这个地方是排水口 是排水口在最下面的这个位置 如果说当出现皮带没有办法转动的情况下 是因为内部的齿轮生锈了 然后呢,我们会怎么处理呢? 就是把这边两颗克罗斯丁,还有这边两颗克罗斯丁 进行简单的松一下 但是松的前提是一定要把进水口的开关关掉 不然压力太大会容易撕出来 然后呢,其次就是说 如果说一个月,超过一个月不用的情况下 我们就把它给拧下来 拧下来之后呢,往里面从这个口加入 差不多2到3辆的这个普通的这个机油 然后呢,再启动机器 然后让它运转一下就可以了 让它的这个齿轮体里面有机油 然后它就不至于生锈 然后它就不至于生锈